106年10月間進行地層專探研究 並提出了遺址視覺計畫 該計畫涉及105年12月19日 本市地88次文資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通過 會請會期供依遺址發掘結果13年 周邊警官規案管制設計 相關計畫書圖再送委員會審查 會進攻完成了遺址視覺後提出了初步規劃 本局並於106年7月19號 邀請春晴委員、副國委員、新婉肇委員 及公園處、多發局、建管處、大地處等 單位召開相關的會議 會議的資料想附件第3頁到第6頁 106年10月6號資審議會集中 依諮詢會議委員要求辦理了公聽會 申請單位於107年10月23日 提送資三年會計公務障礙警官電梯規劃 文資審報告書 續送文資委會審查 請委員詳書面資料 本案的相關課題有下三點 第一點是電梯位置 位於遺址範圍申請單位 需提送事件進化送等局審查 本案已完成了遺址視覺 電梯設置坐落基地不影響 依止保存第二項課題是設置地點 位於公園處管理的本市市有土地 未來申請需取得管理機關同意 並依相關監管程序辦理相關後續 執照申請及水保計畫的審查 公園處以同意配合辦理 建築市事務所亦表示 本案後續將依相關法令 向各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第三個課題是本案的設置 是否會影響到知三點警官 申請人亦須先取得地方的共識 申請人已於106年10月6日 余會濟工召開工廳會 多數的民眾皆認同 應解決高齡化社會行動不變者的需求 但是如何減低電梯 對知三點視覺警官的影響 希望即時亡意 終整過去審議意見 電梯外觀造型以輕巧簡化 背景套處理與環境協調 位置的說明 我們的申請的位置就是位於在知三岩的遺址的範圍內 那它涉及的那個地號有三比 那除了201地號為廟方持有 主地使用分區為保存區 其餘的土地都是公園處管理的 那使用分區為公園用地 那本計畫的一個設置範圍是以 那民辦本案審議通過後 你請申請單位分區依相關法令程序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那後面有建築師事務所提出的一個簡單的一個簡報 設計單位我這邊做一個簡潔的報告 我們大概報告的內容大概整體的主項 那惠及公呢早在這個18世紀的時候就已在縣紙建廟 那縣紙建廟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 再來 那為了落實這個共共場所無障礙的環境 其實在許多年前惠及公就已經有 這個設置無障礙電梯的一個想法 這個是惠及公的一個發展的集市共參考 好 現況裡面其實在整個的視覺的影響 需要注意的地方 應該最主要是在我們的主路的排樓的位置 這主要是在這個主路口排樓的位置 這面臨那個製程度左右兩側 這個地方的視覺影響是必須要注意的 那至於在這個女生間後段這個地方 我們有視察過之後這影響比較不大 再來 那於英國106年我們有惠及公有委託成大 來進行這個研究評估並且有做挖掘 那大部分所出來的這個遺物呢 大部分都均屬在此的堆積 在而後如果進行這個考古挖掘所取出的遺物 大體上並不破壞這個遺址文化的堆積內海 這個環境 我們基地的桌落在士林區三小段 這三筆的地方 2014維廟方所有其餘兩筆目前是有工業管理出戶管理 整個的這個基地 因為我們是位置在這個治山眼中間警官計畫管制的 規定計畫案裡面 但是因為這個本案有考量是說 這個在這三個椅子內 電梯所一個比較機能性的一個附屬的設施 主要目的是為了要在地面層 與這個惠及公的廟層 能夠做垂直動線的連結 我們在未來的說法 能夠將這個視覺影響 能夠降到最低 有關於這個高度的部分 也很輕易能夠放關它的限制 那整個的高度 由地面層到廟層廣場的高度 我們有記錄過平均大概在29.4公尺 大概在九成的高度左右 為了要融合整個的環境 減少視覺和衝擊 所以在整個量體上 注意就是輕量化、簡化的設計為主 下一站 移椅內部 我們除了委託考古團隊 做這個進行挖掘分析之外 那至於在電梯空橋 銜接到廟層保障這個地方 我們也請考古團隊做調查 那實際上在調查之後 稍微有一些的發現 基地的無障礙通路部分 在基地的左側部分 有一個不障礙的坡道 現有的設施 連通到左側的公園 另外在基地右側 也有一個登山這個步道 銜接到旁邊的收費停車場 這也有一個協墨道 瞬間凝結凝結 那基地內現況呢 就是最主要的道路就是這個 226階的梯間 直接上到這個我們的回席 這就是我們的基地的範圍 下一站 之前召開過自詢的會議裡面 針對委員以及各局處的意見 我們已經有成長的會議案整理 在報告書上面已經有匯責過的回憶 頂觀的合協性 再來 以及這個現況既有設施的檢討 以及這個電梯整個造型的相關建議 各部分 有說實話 各裏的領域長 及相關的軍營市民主委 及郵所長都有提供線 兩行的建議給我們 所以這樣 我們據此呢 就提出一個規劃設計的原則 這個是規劃設計的原則 各裏的面向 在基的面上 就是希望改善現況 這個動線連接比較不友善的部分 那第二就是減低視覺的影響 那第三就是環境種的血型 我們據此呢 在做一個設計的說明 下一張 這個是我們在前序的一個配置圖 最主要就是 我們在這個基地上面 折指一個比較明確的電梯座落的位置 這個位置呢 則比較奧進 我們主入口台樓 以及階梯起步踏步的這個地方 那為什麼會選擇這個位置呢 就是 下一張 我一點是 依據視覺報告裡面 它所開挖的物件 以及它身部 以及的現況 可得知 下一張 好 再來 下一張 據此 我們才將這個電梯的座落位置 選擇在這個位置的名義就是 在視覺之後 我們發現現況具有在 在近期光復之後的一個圈村的殘跡 在這個位置上 它的身部也比較深 而且看到了比較屬於近況的一些 廚房設施瓷磚 地平 還有一個化斷瓷在這裡 所以我們選擇 我們將電梯放置在這個位置 是一個比較 衝擊影響 這樣是最低的地方 像一張 也因為這樣設定之後 開始以我們整個周邊的環境 整個設置 電梯前面有一個反送空間 整個行進的步道動線調整之後 這個地平部分 我們用整個挖掘的時候 轉換成的那個圖面的意向 把它轉換成地面負面的規劃設計 並且有一個導引方向的作用 那這個區塊一出來之後 電梯在臺灣 未來的它那個圖鋼 就在基地內挖田屏 我們可以移植到旁邊這個現有空海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展示修氣的控制 那另外這塊空間是比較沒有用到 它是實務上 配器空這邊 因為以後我們未來的墊 有設備空間 我們可以把它進去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做一個遮蔽的一塊 這樣子整體的配置 地面整地景的方式配置 一個原則就這樣出來 下一張圖 好這個是我們設計的 平面的設計圖 再來 地面圖的部分 好地面圖的部分 我們大概 電梯的選址確定之後 地面上的處理 它有幾個方案 有一個輕玻璃的方案 另外第二個案子 是用輕玻璃上面 把它貼膜包覆的處理 第三個方案就是用兩種 路易玻璃 負責在這上面 我們的發想通常就是說 加這個電梯變成是樹 樹就是電梯 能夠把它整個的 那個玻璃映照的效果 將環境一起融合在一起 下一張 好這個是我們基地內的縱向 和向的一個透面圖 下一張 好有關地景 我們用3D的一個模擬圖 電梯的出入口 這個就是反充空間 那這個就是調整之後的那個步道的系統 把握的系統 好 下一張 這個是從登山步道那一條那個角度 看過來 這個就是一個展示休息的一個空間 下一張 那這個就是原有的 準備要登山的那個階梯步道 原有的那個出入口的位置 從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整體的設計 反充空間的上面 我們也有做一個頂蓋 可以遮空降臨 那這個就是那個設備空間 把它遮蔽煤化一下 空間的位置 好 下一張 那ABC 我們有三個例面的方案 做一個視覺上面的一個模擬 那這個是輕玻璃的方式的模擬的效果 從製程度的左右兩側來看這個體驗 下一張 這是VR 這個用走肉依模擬的方式 模擬的方式 下一張 這個是用天模包覆的方式 那這個頭髮是比較清明素敏化的一種感覺 下一張 這個是從廟城前面航廠 往外看的一個視覺模擬 空橋 以及我們這個電梯 無機房的電梯 那這整個無機房電梯的高度 從這個模擬台來看 還不至於太突兀整個skyline來看 還算是比較可惜 好 一下 這一位 報告完畢 謝謝 還有跟雞發言 有八位跟雞發言 有八位跟雞發言 好 第一位 主事實在建的居民黃庸熙 我剛才聽到這個檢告以後 我寫的是大大的震驚 第一個我要說的是 文化主機 依法就不得改變地貌質被解決 本案是明顯違法的事情 怎麼可以在這邊討論他的設計型態 他的樣子 這完全是違法的事情 第二個 本案至今沒有召開真正的公聽會上周邊的居民參與 我不知道剛才那個展覓 利用事實在哪裡 到底還有我的願意 第三個 本案沒有必要性 說擔心這個老人家 或是這些殘障人 怎麼上山 現在之山岩 周邊已經有那個步道是可以推輪椅的 我的朋友就推著他爸爸上 用輪椅從走道推到山頂上去 這電梯有什麼必要性呢 我看不出來 第三個 第四個 這古代婚姬宮就沒有電梯 照規定 古蹟不可以改變外貌 加了電梯就改變外貌 我很懷疑 本案是跟那個香客大樓有關係 跟香客大樓呢 合法性 非常大的疑問 我沒有去查證他們的合法性 但是呢 那個香客大樓呢 就蓋在那個躲峭山坡地旁邊 它怎麼可能去符合山坡地 水土保密的這個法律規定 各位長官可以看看這個圖案 那個香客大樓就蓋在那個 惠椅公的正前方 在那個躲峭的岩壁上面 是懸空蓋起來的 那這個電梯呢 非常有可能是為了配合這個香客大樓去做的事情 我是非常非常嚴重質疑這件事情 我希望師傅單位去嚴查這個事情 確定這個是不是合法 所以在這裡呢 我站在一個民眾的角度 為了維護這個古蹟的這個完整性跟合法性 我堅決反對本案以任何理由 違反古蹟管理辦法去蓋著這麼可怕的電梯 謝謝 第二位廖惠廣 廖惠請 各位好 很簡單的發言 我是第三年隨便四十年的居民 我聽說106年有這個公聽會 如果有這個公聽會也蠻好的 只是說 我們希望說這一類的公聽會能夠更公開 讓更多的人參與 因為並沒有得到居民廣泛的共識 以上請 第三位 纏書球 大家好 我也是資三嚴的居民 那我曾經在教育界服務 所以我認為資三公園是我們非常好的一個教學的一個領域 因為它是一個多方面的 它有史基 它有遺址 它有多方面的這種教學上可以運用 所以我非常反對 在那邊因為配合會基工的業務需要去蓋這個電梯 破壞了這個景觀 所以堅決的反對 希望能夠保持它原樣 讓附近的與生與農 福林國小 還有南亞天的市民國中 他們都可以好好地運用來 運用這個教學資源 謝謝 第四位 劉昕榮 各位委員好 我個人居住在資三嚴的地區 我也曾經是部隊設計省委員 現在是一班市民 由市民角度來發言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在1990年代 資三嚴是一公園的重要性 當時做了一個 民政局做了一個其實不是很好的規劃設計 所以居民附近的整個大天堡的市民組織起來 對這個資三嚴進行了一個一年的整個調查 出了一位資源調查報告 這個過程再加上整個過程裡面 包括後來我們也幫忙了 資三年周邊的道路的生命工程的時候 也是每次一定要開花大概30公分 這個劉一昂劉教授就要在現場監督 我記得有一次晚上12點 要挖一個路燈 我跟劉一昂教授是站在路口 很擔心整個資三年的這些地條下的這些遺物 因為會被所受到破壞 所以我想直接跟各位報告 其實資三也是一公園的重要性 以及周邊市民對它的關注的程度 希望各位可以考慮 第二個 這個整個過程 我們也才是認為缺乏再更進入的對話和共識 乃至於很重要的是剛才的這個文件上面 文件的時候我們都是舊式 可是我們做這個建築專業的人都知道 這個報告書或這個視覺文件實在很容易騙 第一章的最後一章 我覺得就很大問題 我希望等一下委員再搞清楚 第一章那個看起來只有在那個 大概頂端直起來一點點的那個電梯 下面都是綠書 我看大概不會還是這樣 除非是我看錯了 抱歉 還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從電梯到尿城的水平距離是多少 從那個捧面層其實我們看不到數字 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這裡面我相信這件事應該找到捷路技師 來做過相關的評估 可是我們都沒有看到數字 現在都看到捷路 這是一個大問題 能不能用這個電梯漆呢 我們有一個這個影片的證報 現在就辦法呈現 這個國外有 不管是戶外電梯漆的日本做太多了 他們的TOT 任何的捷運場在外面 就是一個開放的電梯漆 或是像這個其他澳洲等等 它有那種電梯漆式的電梯 電梯漆當然比較好 因為讓更多人可以適當的使用 像這樣的電梯 一個電梯要等了10分鐘 未來這些老人家要上山大熱天 而且大熱天的電梯熱半 站在那個行李下面等待 我們覺得市府應該一不容辭 協助美濟工進行電梯漆的整個興建 乃至於後續的維管 用這個方式的誠意 來展現市府對於枝山岩的眾矢 以上的期待 謝謝 枝山岩是臺北市重要的實際功用 我們應該要更審慎的評估 是否有更好的解決方法 就像剛剛前面幾位所提的 不應該是草率的這樣子搭建電梯 老人化社會勢必迎來的社會問題 如何與維護警官並進是當代市民的課題 也是市政府應該要去解決的 延續剛剛說的 枝山岩身為臺北市重要的實際功用意思 市政府不應該給予更多的經費 幫助會計工維護不障礙設施 而不是使區域內的民眾 與這樣的公廟有發生的內鬥問題 最後太子建設大樓對 智山岩的警官產生巨大的影響 我們更應該以首屆 評估死屋傷害症設施的影響 謝謝 高鴻先生 各位委員好 我是從小住在天本上大樓 現在沒有出來的 那是臺北市的距離 我想講一下就是說 這個警官電機蓋起來 對周邊環境視覺警官 是造成永久性的影響 那在蓋的時候 其實是應該多幫考量 然後儲盡其他的可能性 在考慮 就是看著做 那過了 這個案子我是前幾天才聽到 我朋友跟我講 我從來不知道有這個事情 所以其實我覺得 沒有辦法可能 需要再多跟您做過後 謝謝 蕭文傑先生 那個 我想 要講這件事情 那個 台北市政府其實之前已經 公然的破壞國定原山遺址 這個應該沒提到很棒 那在這邊裡面 它比較重要性的一些事情 雖然資產也沒有指定 但是它是在 民眾部時期 所登陸的一個文化資產 它是用二級古蹟的一個方式 那當然我們會知道 它裡面除了所謂的古城牆以外 還有很大的重要一部分 是在醫治這一部分 所以可能在文化局裡面 其實應該要先做 不是去考慮DNT吧 是先考慮 在這個 所謂的項目挫掉 這個部分 是不是要把它變成 所謂有部分 要變成遺址 甚至裡面的杯 上次被破壞了 基本實在那個杯都被破壞了 那我們文化局 還非常講說 因為它不具文化資產生物 所以無法追查 那我不曉得 文化局會帶落成這樣 那今天的報告裡面 覺得一件事情 比較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是文化局也沒有出來 深度也沒有出來 怎麼樣失控的狀況也都沒有 那這樣子的狀況 要說服民眾的話 我覺得 它會有比較大的一個困難 那可能 還有一件事情是 黃士強老師做的報告 今天也沒有拿到 這裡面其實都有一個 就是說 不是說我們去反對 而是在整個身體的階段裡面 其實我們看不到一個 很明確的一個 這樣子的資料 那這樣子的資料裡面 其實我剛才看到 其實這樣子的量體 我想說它有沒有遮蔽到 武器器大家應該可以很清楚 那是不是有一個 比較更好的方式 來達到所謂的症狀 你覺得這是 是我們要去考量 另外一個就是 武器管理的一個 所以我沒辦法在這邊 我也沒有看到 其實它應該有做 那在過時期的那個報告 我想各位也把它釣出來看 你也把那邊跟木頭 去把它剪了 跟木頭去折了 一個書院都還 都要判以前 只在你這樣標示站 那個舊人標示 雖然是已經 會不會快已經不見了 但是那個 那在過時期 既然就有的事情 你是不是似乎 應該要先自己 帶頭去遵守這樣子 上報告 下一位 鄭小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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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是沿山裡的里長 鄭小塔 就是有幾點可能想要麻煩 各位委員幫忙 因為我們確實並不知道 106年有公廳會 沒有在里商辦公廳會 那比較是前面幾位的發言 可能有幾點就是說 例如說可能會希望 文化局可以幫忙確認 這真的沒有 就是有沒有違法 因為在里長的位置 我們沿山裡有保護區 然後同時也有這個惠濟宮 這個知山岩的這個古蹟 另外在山腳下 其實還有前兩年通過的 集中歷史建物 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同時它裡面有軍請局 就是其實我們